学习先有觉 才能知道悟 灵魂进入了人的屈窍之后 所有的感知叫出发行 即刚刚开始的心叫出发行 佛性就开始运转了 开始运转之后就是始 始觉开始有境外觉 内觉和直觉的地定 境外觉就是你对外面的感觉 内觉就是你灵魂的感觉 直觉就是你自己灵魂和肉体 直接能感受到的 称之为觉 别人给你讲话 一个动作能让你有一个直接的感觉 这个就叫直觉 相应到宇宙的本出 就是说当你的境外觉和内觉 再加上你的感觉正觉 相应到了宇宙的本出 就是这个地球的本出 人的良心 人的良心本性适合这个宇宙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种最原始的本性 最后达到圆满 无上 正等觉 师父 师父给你们讲过 要先有觉才能悟 当你不觉的时候 是永远悟不出道理的 当你感觉到这个人好 你才悟出这是一个好人 当你感觉这个人是坏人的时候 是先觉而后再悟 所以叫觉悟 而一般的人之相是不觉 一般的人所感觉的东西叫人相 而一般的人是不觉 什么相的人是不觉悟呢 例如 我们说 人都要追求和平 而世界上天天都有打仗 你们说 这些人觉悟吗 人追求的是和蔼可亲 要以善待人 有些人看见人就讨厌 如果天天这样做人 人就会变 如果天天去做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知道抽烟对肺不好 还要拼命抽 这叫不觉 所以真正有觉悟的人 才称得上是觉悟者 今天 给大家讲三地菩萨 师父先把三地菩萨的境界告诉大家 三地菩萨也叫明帝 明帝 随闻思修照法显现 故名明帝 以家行至断心池 苦闻思修 忘师无名进 正圣留功德 忍波罗密 为增上 随闻思修 是随着你的见闻 耳闻 鼻闻等等 此地菩萨是 只要看见什么东西 就会思考 然后 佛法自然显现 然后什么都明白了 三地菩萨是闻觉知 是闻后先会感觉 你们可能会问师父 不是要空吗 还要去感觉吗 你们搞错了 这是境界不一样 这个空是指在人间学佛让你们空 而现在给你们讲的是三地菩萨 随闻思修照法显现 就是当你的正思维产生了之后 明白如何修正 就是把人间的一切所有的善法 做法 全部都可以显现和对照 自然就知道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了 三地菩萨 可以看出人间的一切好和坏 这不是指人间认为的好坏 而是上升到 用佛智慧的理念 会立刻显现出来和明白 顾明明地 智断心持 让智慧能够判断和理解你的心 持在这里讲的 是心地稍有一点不正 你的智慧会立刻断定 你心中的正和不正 也就是宇宙空间 任何事情和道理 菩萨都知道 修妄施无明济 修妄就是 修掉你所有不好的事情 三地菩萨 可以把人间的所有的东西 经过他的大智慧 全部看穿 完全明白道理 证明已经胜有的功德 正在这里 是指拥有的意思 正圣留功德 就是你的功德全部有了 就像一个人没有欠债的时候 挣来的钱 全部都是自己所拥有 当你欠人家钱的时候 你赚来的钱 要先还给人家 而你不能拥有 菩萨为了忍 波罗蜜为增上 就是为了到达彼岸 为了能够提升境界 什么都可以忍耐 增上 就是把任何不好的东西 都看成是一种 增进你上进的缘分 人家骂你 你很开心 锻炼你的耐心 人家打你 你也很开心 是在消孽障 把自己的思维 全方位地转变成 增上缘 自此以前三地 总修大乘三摩迪 救度众生 就是修大乘佛法 因为前三地菩萨 初地 二地 三地 是修大乘的三摩迪 三摩迪是断产迪 不信习气 一个人能定下来 就是禅定 就是在禅定的时候 把所有的妄念 杂念都要去掉 但是在坐禅的时候 你的脑子能不能空 是很难做到空的 而前三地菩萨 把禅定都要断掉 比如 你心里有一件 很难过的事情 自己告识 自己告诫自己 不要难过 想想师父教我的话 让自己的心定下来 定 定 定 实际上 你在定的时候 因为脑子里 有这些事情 你才不能定下来 就像有些人说 我要忍耐 我要忍耐 其实 心里越想忍耐的人 是越不能忍耐的 真正能忍耐的人 不用想 就能忍耐下来 不要克制 自然就能克制 这是平时修炼所为 真正的禅定 是连禅定都不要 都是空的 账方便生死果报 账就是障碍 阻碍 方便生死果报 就是有生死果报 账生死果报 就是阻碍住 障碍住 生死果报 就是没有生死果报了 生死果报 是正常的 现在 在前面 加一个账字 就是把它堵住了 没有了 得大禁果也 就是得最大的 干净的果报 这个生死果报 没有了 就是脱离六尘 就换来了 大禁果 去除那些 低劣的果报 修正思维 行为中的误区 而获得一个 最干净的果报 叫大禁果 因为时间关系 今天只能给大家 讲三地菩萨 最初的境界 具体的 有关三地菩萨 下一次 再继续 给大家 讲解 感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